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 上山大老虎 演播 紫金 《明朝败家子》第29章 施恩四海 欧阳志回头一看 却是那王剑仁 王剑仁这一次想来考得极好 喜笑颜开的模样 走近了不等三人回应 便叹口气说 若是考不中也无妨 这不怪你们 只怪你们误解匪类 听说你们的恩师 也就是那方家的败家子 不等王剑仁把话说下去 江臣就怒气冲冲地说 不许诽谤我等恩师 王剑仁便一笑 他其实不愿觉得自己考得不错 过来调侃几句 这三个笨秀才罢了 便说 好好好 你们是方先生的高徒 了来肯定能金榜提名吧 不说了不说了 欧阳志三人懒得和他啰嗦 急匆匆地回到了方家 却左右都不见方济帆 最后到了一侧厢房 一见方济帆骑在屋脊上 下头已围满了方家的人 此时邓剑正仰着头 焦急地说 少爷 你下来吧 都说了 这一次不扎针 这位先生乃是宫里的御医 最擅长浸视脑脊 虽是少爷病情烧好 就要怕反复 所以特地来看看 少爷 你可吓死我们了 快下来 摔着可不好啊 邓剑身边 显然是一位御医 背着一个药箱 一事无言 其他的都是府上的人 一个个仰着头 愁容满面 本来这御医 好不容易有空请了来 原本只是伯爷觉得 少爷已经康复得差不多了 只是请来看看 这只少爷听说 谁看脑脊的御医 嗖的一下就上了屋顶 那速度真如山猫一般呢 下头的人这个说 是啊是啊少爷 有什么话好好说 有御医只是把把脉 不扎针 那个说 是啊是啊不扎针 方继帆依旧骑在墙上 但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惊神啊 现在听到下头乌鸦鸦的人 一个一个哄着自己 反而狐疑了 放声大叫 发誓 好好好 发誓 少爷下来再说 方继帆冷笑 先发誓 邓剑在下头焦急地说 少爷 别摔着 小的给你发誓 方继帆笑了 你们还想逗我 便说 让御医发誓 敢扎我针 死全家 那御医是目瞪口呆 就算是给宫里的贵人们问着 也没见过这样 他忍不住 拉着着急跺脚的杨管师 低声说 你家少爷 看着就是脑子有问题啊 杨管师怒目而视 却我连忙解释 不不不 我家少爷 这样就对了 倘若不上方接瓦 便是发病的征兆啊 刘御医有所不知 还请刘御医 赶紧发誓 少爷若是有个什么好歹 这位刘御医 顿时气地吹胡子瞪眼 黄命 老夫是你家伯爷 三亲无亲来的 什么全家死去 你们方家 真是莫名其妙 不看了 说吧 转身便走了 杨管师要追上去 也不管用 方其番在乌梁上 看到刘御医走了 总算松了口气 又躲过一场大劫 真是不易啊 其实啊 他倒真不是反应过度 混账 废物 百家子嘛 见了御医来了不上房 这反而就惹人怀疑了 若是喜滋滋地 轻易把那大夫 给自己把卖 不等于告诉别人 他又发病了吗 少爷 快下来 邓剑仰着头 急得想找绳子上吊 刘御医走了 不成 看着下头乌鸦鸦的人 干着急 方其番倒是乐了 背靠无几 翘着脚弱 让帐房将银子还我 原来 那王金元将银子 一箱箱搬进了方家 方敬龙便害怕 方敬帆又将田气地气 还有一大笔的银子 转手败了 因此早就暗中吩咐帐房 方敬帆拿小钱可以 这银子超过一千两 就许跟方景龙禀报 王帐房在下头一听 脑子有些发懵 忍不住说 少爷 你明明是怕扎针 才上房的呀 方敬帆不疾不虚 不理会下头跳脚的人 可现在请我下去 却得给我支付 十万八万两银子 下头的人又是绵绵相去 杨管事气得呕邪 吹着自己心口 说不出话来 最终杨管事 还是拿了主意 好 学生给少爷做主了 少爷别摔着 先下来再说 等见 快去扶梯子来 方敬帆 这才心满意足 顺着梯子下来了 他很佩服自己上房的勇气和手脚 嗖的一下就上去了 看来人的潜能能发挥出来 简直可怕呀 可在下头看着这一幕的欧阳志三人 却是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这一路小跑而来 他们的内心是激动的 既有欣喜的成分 又有感激 甚至他们觉得 自己对恩府的看法 是不是从前有什么先入为主的成见 只是当方济帆脚踏实地 便理直气壮 伸手朝帐房说 给钱 王帐房一脸乌漆麻黑的样子 宁言无言 欧阳志三人 举斗僵硬着脸 看着自己的恩师 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尤其是刘文山 眼角竟泪光点点 他恨呢 恨自己为何看到这一幕 恩师那得瑟和美滋滋的样子 让刘文山有一种 若是我儿子 我不掐死他 便不信刘的感觉 终于 心中情绪不断地酝酿 刘文山 哭了 泪水连连 犹如泛滥的水 呀 你们回来了 好的如何呀 方济帆查局到自己三个门生 暂时不去和王掌方计较 喜滋滋地看着他们 三人止住眼角的泪 却走上前去 啪哒一下 三人直挺挺跪倒 败在方济帆的脚下 虽然总感觉怪怪的 似乎情绪有点不太对 可欧阳志三人 还是朗声说道 这些日子 多谢恩赴教诲 相识依靠完了 至于考得如何 还未放榜 学生不敢忽言乱语 方济帆便背着手说 啊 那就等放榜吧 杨管氏见了欧阳志三人 心中暗暗摇头 这三个傻羞子 拜了少爷为师 就当真是将少爷当恩师了 也不想想 少爷这性子 还不将你们坑死 不包你们几层皮 就算是好的了 唉 丑啊 方济帆则是喜滋滋 继续说 到那时候啊 为师和你们一到去看吧 这几日便在府上住下吧 不要客气 像这里当做自己家一样 但是不许调戏 本少爷的小香香 欧阳志三人汉言 仅遵恩师之言 相识的卷子很快就被收拢起来 紧接着便是进行点研 因为所有卷子都是忽明的 可为了防止有考官 根据读书人的自己来勾结 因此这些卷子 还需先由文力抄录一遍 此后再重新编号 等一切完毕之后 便进行封存 送去考官那儿进行评约 中考官王敖 乃是一丝不苟之人 钦点了数十个月卷官 开始了为期数日的评约 一封封卷子 先由阅卷官过目筛选 最终这些试卷 便落在王敖的安头之上 等王敖阅了卷 接着便要前去觐见天子 洪志皇帝会专程 在文华殿召集汉林讲官 并且专程召见了王敖 今日乃是演讲的日子 也就是汉林讲官们 给皇帝上课的日子 不过陛下对于太子的功课 最是看重 所以每次这个时候 都会将太子诸侯赵 一起带来 可显然今天 诸侯赵的运气不太好 刚刚到了文华殿 就遭到人告状了 陛下 臣有事要走 洪志皇帝寻声音看过去 说话的不是别人 乃是 是皇太子讲读的汉林官 杨廷和 杨廷和 算是太子半个师傅 不过服侍宫中的人 多少对皇太子 还是较为宽容的 毕竟这是太子 是储君 是未来的皇帝 一见杨廷和 站出来 诸侯赵就 骤然变得不自在起来 他愈发显得心虚 忙是将头埋了起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百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 此今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